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回国买了些什么 因为其实每次回国呢我都会去买一些就是在这边比较加拿大比较难买到的一些日韩的产品 然后也会去囤一些就是我平时一直都会用的一些消耗品 然后每次回国还都会换一个发型 那我把头发剪短了然后又卷了一下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分享我买了些什么吧 那我们就从一些我经常会回购的囤货开始说起好了 首先一个就是我最爱的一个洗面产品就是福利方斯Free Plus的这个洁面乳 然后我这个真的是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它就是那种氨基酸洁面然后又有很强烈的那种有奶的味道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它的使用感 所以就一直有在基本上每次回国都会囤 然后这次呢买了一个set有两个洗面奶和一个滋润型的那种水 它就是二号的那个化妆水 二号的化妆水它比较稠是褶状的 然后这个也是我好几年前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它比较基础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功效就是补水作用 所以就买了一下这个set这一整个 然后呢就是囤了一个这个大创的这个就是粉扑海绵专用的洗滴机 那这一个呢在上海的大创呢其实都已经断货好久了 所以都只能淘宝买 这个我觉得用来洗海绵非常的好用 因为洗海绵的话我一般要么就是用肥皂 用肥皂的话有时候会容易伤到那个就是会把海绵洗坏 然后用这个的话就不太会洗坏 然后清洁力也比较强 我蛮喜欢这个的 所以回购的一瓶 另外一个回购的东西呢是这个OPRA的一个双眼皮形成液 它其实是直接就是按照它说法它是直接用来 你可以直接用胶水化一层然后双眼皮就可以就可以形成了 但是我比较喜欢用它来贴那个网纱双眼皮贴 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 我用过其他的双眼皮贴胶水 因为我喜欢在就是皮肤上这里贴 然后这一个胶水呢是我每次用完以后最容易死掉 然后也不会在皮肤上留下痕迹的一块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接下来说一下尝试到一些日韩的产品 那这几个呢基本上还没有用过 那个Gauss的一个洁面油 他说这个特别好用 然后我在微博上好像也看过很多人推荐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非常急切的想尝试一下 顾膚产品呢我还入了一个成也医生的一个毛孔收缩的那个水 小小的橙色的这样的一瓶 因为有时候也会就是用那种深层清洁面膜 所以我希望找一盘化妆水 它可以用来就是在深层清洁以后收缩毛孔的 希望这个会有效的用过的同学也可以给我说说你们的使用感 后面说一下我已经开始试过的一些产品 都推荐的那个beauty world的双眼皮贴 那这一个我这次不仅尝试了这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大创的双眼皮贴 已经被我拆开了 然后包装没有带回来 它大创的就是长这样 然后beauty world的是长这样 这两个我都已经试过了 但是在那边的一个问题呢是 它里面送的那个工具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那种镊子 然后我觉得它也没有传说中的这么隐形的感觉 就目前自己的使用感来说 我觉得是在我在加拿大就是jealousy买到的这一款 更加隐形更加日常 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里面而且带的工具呢 就是那个小的夹子 我觉得这个工具也比较好 然后我尝试了几个amysfree的产品 如果大家有关注我微博就知道 我对他们家挺失望的 因为我尝试了几个产品呢 一个呢是这个眉笔 就是买来第二次用的时候 笔芯就跳出来了 然后第三次用的时候笔芯断成两截了 然后我就把剩下的半截呢塞回去 然后就继续用 看到评论就是很多人说他们也有相同的情况 具体的使用感我觉得一般般吧 我觉得画起来没有爱丽小吴的感觉好 这个肯定不会回购 然后我还买了它加一个 这个在店里面上海的店里面还没有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它的印章海绵 这个感觉到还是挺不错的 它浸湿了以后挺软的 然后这两头呢都可以用来拍 然后这个呢用来小的那头拍细节的地方 但我觉得它的形状设计没有很黏淡 或者是real techniques的美妆蛋用来使用感好 所以还算OK会继续用 然后就要说到另一个美妆蛋蛋了 大家知道就是屈臣是那个网红美妆蛋 我也驱入了一个这个 就是超级超级湿望 不是那种软的那种 它这种硬的呢让我觉得上妆出来的效果 首先手感很不好 然后遇了水以后也是很硬 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回弹力 然后它在脸上的那个妆效呢 我觉得很粗糙也不是很有光泽感 反正这个呢不太喜欢 我觉得没有穿了肉那么神奇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好评 我也会给阿童木 然后让他试试看看他是不是会喜欢 然后呢阿童木他说他很喜欢的一个眼线产品 他给我也带了一个梦妆的这个眼线膏 这个我蛮喜欢的 这个是而且它的设计就是那个Tony Moly那种 我觉得这个设计挺不错 因为这样子比呢就很容易可以随身带着 然后这个酒红颜色非常好看 我觉得在欧美的市场上很难找到一款 酒红的眼线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会继续用 然后呢是我手指 夹上的这个颜色也是跟这个非常配的那种脏橘色 这个就是OPI的这个V26这个颜色 就很喜欢唇膏跟那个假油一套嘛 所以就去录了这一支 就是这一个假油 那么这次分享就到这边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们一般回购会买点什么呢 给我一些意见 那么这次分享就到这里咯 下次再见 拜拜